大家好 我是小樂 內淺是風之谷每位玩家一定會碰到的東西 而在台版的環境中有著許多的現金道具 使得台版玩家在內淺的選擇上和其他伺服器有所不同 大多玩家都會把名譽都在內淺減半的日子去洗 嗯...雖然上一次內淺減半已經是一年前了 而且近期好像也沒有打算要開放啦 那今天這個影片 我要用我的三隻角色的內淺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洗內淺的思路 那我們馬上開始吧 在新風之谷中有著50幾種不同的職業 而內淺的選擇也會依照職業技能、使用習慣 乃至爆發週期、現金道具多寡 而有所不同 還會因為戰地傳授的擺放連帶影響內淺的選擇 即便是同一種職業也沒有最明確的標準 那首先先來講一下內淺的選擇 內淺總共有三條 在不使用超級傳播者的前提下 最好的等級是 傳說、罕見、罕見等級 主要的選擇是 無忍、逼傷、加持、異常、暴率 其他像是攻擊速度、被動等級加1 較少情況使用 這邊就先不說 這邊是潛在能力的各項數值 我整理了一下 其中異常傷害的 罕見、傳說、差距過小 今天要使用的話放在2、3排即可 暴擊繼續在戰地、傳授、還有極限屬性 都能做調整 放在第一排也顯得過多 需要的話也是放在2、3排即可 能力算了 那接下來就說 我怎麼選擇內淺能力 從以前到現在 特別是內淺減半的時候 都會有觀眾來問我 欸主播主播 我的職業是XXX 我該洗什麼 或是 我的內淺洗這樣還可以嗎? 還要再打嗎? 那我想說的是 完美內淺其實並沒有那麼容易洗到 在設定內淺的目標 建議可以多留集中選擇 名譽少的情況下 甚至可以考慮稀有等級的內淺 例如異常傷害5% 或是暴擊機率10% 也都有著不錯的效益 那為什麼我要這麼說呢? 因為我三隻角色玩了這麼久 有一個三排內淺都沒有喜好 第一個角色是開拓者 目前的內淺是兩排 20%無忍 18%暴率 開拓者爆發是160秒週期 無關的冷卻時間是150秒 冷卻疑似對於爆發週期的搭配比較方便 本身職業的技能也有吃無忍 所以選擇放在第一排 用持人無忍的話我會放在第一排 20%和10%機率差了一半 如果放在第二排的話 我會想選擇其他的內淺 第二排暴率 弓箭手的無轉技能 暴擊強化可以把暴率轉成暴傷 雖然本身不缺暴率 但是可以當成爆發時傷害提高9%暴傷 第三排沒洗好 開拓者本身沒有吃加持的技能 只有天破傳授吃得到 效益太低不考慮 所以就剩下兩個選擇 BOSS傷害和異常 基本上就是洗到哪個用哪個 因為兩個本身都不太好洗 名譽少的情況下洗個5%異常也可以考慮留 如果不是使用無忍 我也想換成第一排B傷 二三排暴率和異常 第二個角色是夜使者 而且在內淺是19%無忍 10%B傷 在低改之後 夜使者的激出暴率提高了20% 內淺不再選擇使用暴率 壓齒技能一樣 也只有天破傳授吃得到 所以也不考慮 自身的技能 其實也沒有特別是無忍的技能 我選無忍只是想要添上無忍次數多一點 來彌補一下夜使者生存上的短板 剩下二三排的選項就只有兩個了 B傷和異常 夜使者算是少數內淺 比較沒有什麼可以調整的實驗 第三個角色是凱薩 目前的內淺是19%無忍 37%加持 凱薩就比較麻煩了 核心技能變身吃加持 本身職業也很仰賴無忍 內淺一定要有一排加持 但是放在第一排 無忍二三排的效益又不高 我選擇第一排無忍 第二排放罕見加持 當然罕見加持本身並不是那麼好洗 我另一位凱薩朋友 直到前一陣子還在用25% 25%吸油加持 第三排的選擇就很多種了 這邊有暴率 異常 B傷可以做選擇 B傷或異常簡單明瞭 直接加傷害 洗到暴率 我可以把傳授的致命本人拿走 換成了無我 增加傷害 洗到稀有的暴率 也可以換成精靈集中 也是提升 就像開頭提到的 因為戰地傳授的擺放 也會影響內淺的選擇 內淺可以是個很彈性調整的東西 就算職業相同也有不同的選擇 那說到戰地 我的凱薩缺加持外 本身還缺一些暴率 在戰地拼圖裡面 加持和暴率 兩個拼圖放完是4040 但在內淺裡面 罕見加持暴率最高的數字是 可以理解成在拼圖裡面 1%加持等於1%暴率 但在內淺裡 加持的最高數字 卻又比暴率來得高 如果你的角色 缺暴率又缺加持 那我會介意 拼圖補暴率 內淺補加持 但還是要看職業本身 比較缺哪個能力 像是凱薩缺暴 但缺的不是很多 所以我拼圖的選擇上 也是選擇加持 除非像是火毒那種 很需要加持 本身自帶暴率又不高的職業 不然就是你的運氣夠好 可以洗個 25冷 38加持 20暴率 這種夢幻內淺 雖然我沒看過幾個人 洗到就是了 以上就是我三隻角色的內淺 希望能幫助你們選擇內淺 那接下來就是 教各位該怎麼洗內淺 因為現在活動都會送很多 混沌傳播者 我和黑色傳播者 數值的部分可以 不用先求底 先求有 之後活動慢慢洗也可以 洗的方式 從最簡單的開始說 以一排 無忍 二三排 BOSS 異常 當目標 鎖一 找二三 可以先用傳播者 或是直接點 洗出第一排 然後開始鎖住 找二三排 這是最簡單的方式 也是適合比較少名譽 和預算的玩家 第二種方式 鎖二找一 一樣用傳播者 或是直接點 找出第二排BOSS或是異常傷害 那洗到一半 第一排先出 熱無忍怎麼辦 要鎖嗎 不鎖 第一個原因是 第一排比較好出 在沒有減半的情況下 45萬名譽就會出 如果鎖了一條 每洗一次 就會增加3000名譽 點三下 就要多號 9000 就是洗一次沒鎖 的名譽值了 按照機率 洗到二三排 BOSS或是異常 大概要花費 200萬名譽 或是190顆傳播者 這個方式 比較適合 預算較多的玩家 第三種方式 鎖二找三 再找一 力求完美三排 這個方式就是 延伸剛剛的方法 對於名譽的需求量 非常的大 假設你是像我一樣 有兩排 又有大量名譽的話 那我會建議你 先放棄第一排 直鎖第二排 去找第三排 鎖一條和鎖兩條 名譽差是5000 洗兩次就接近 鎖一條洗一次 缺點就是很吃人品 吃名譽 要硬洗出第三排 非常的不容易 機率很低 如果名譽量剩下不多 又洗回第一排 可以先考慮鎖回來 再點 或是等到下次 名譽量多了再點 第四種 超級傳播者 基本上9x9的玩家 都不太會碰到這東西 因為太貴了 10顆900點 本身就不便宜 洗到第二排傳說的機率 又只有1% 就算洗到第二排傳說前 也不一定是你要的 曾經就有玩家花費百萬以上 才洗到第二排25人 那這邊就簡單提一下 超傳洗法 大致方法跟 鎖二洗三 再洗一是差不多的 洗到想要的第二排傳說前 鎖起來 倒第三排 在二三排洗好之後 再回頭洗第一排 那缺點也一樣 很吃人品 吃名譽 還吃你口袋的深度 那如果洗到三排 可以用黑色傳播者 去洗數值 基礎數值不好 可以用混沌傳播者 如果洗到二三排高數值 第一排不高的話 也可以留著 鎖二三排去洗 第一排容易太多了 那以上就是內潛教學的所有內容了 如果還有不懂的 也可以來直播上直接問我 那我是小樂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作為 value 第三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